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742天 我昨天的影片提到 乌海军和军情局联手 3月5日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克斥海峡附近 使用无人艇击沉俄罗斯黑海舰队谢尔盖科托夫号护卫舰 今天有了更多的详细消息 克斥海峡连接黑海与亚素海 南面是黑海,北面是亚素海 克里米亚大桥就是横跨克斥海峡 连接俄罗斯与克里米亚半岛的公路铁路桥 这艘俄军军舰就是在克里米亚大桥附近 被乌军无人艇击沉 一些俄罗斯媒体编造了该军舰为保护克里米亚大桥 在弹尽粮绝之后壮烈殉国的传奇故事 实际上乌军的袭击目标自始至终 就是这艘俄军护尾舰 在俄乌战争爆发时 黑海舰队总共有74艘各类舰艇 初步统计 目前至少26艘舰艇被乌军击沉 其中包括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 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潜艇 另有至少三艘军舰严重受损 简单地说 乌军摧毁了黑海舰队至少三分之一的海面舰艇 并多次袭击了一直位于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 迫使其所有舰艇不得不从黑海撤离 乌军方表示 他们使用自研的Megora V5无人艇 成功撞击了谢尔盖 科托夫号护卫舰的船尾 右舰和左舰 使得这艘造价6500万美元的军舰很快沉没 乌军方还表示 与军舰一同沉没的还有船上的一架反潜直升机可能是飞行员当场被炸死或飞机受损无法起飞 加上军舰上的直升机与大量舰载武器 后加装的防空设备不算阵亡军人抚恤金 这次袭击给俄军造成的损失应在1亿美元左右 被击沉的谢尔盖 科托夫号护卫舰 全长94米 宽14米 吃水3.4米 排水1700吨 成员80人 2016年在萨里夫造船厂开始建造 2021年1月下水 是俄军最新型舰船之一 该军舰曾因在俄乌冲突出始阶段 与莫斯科号巡洋舰一起攻击蛇岛而出名 该舰安装了垂直发射系统 可以发射3M-54口径巡航导弹 曾多次参与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导弹 舰上配备多种武器 包括AK-176MA火炮装置 Steel-E防空导弹系统 3M-47Havkai进程防空系统 和DP-65反破坏榴弹发射器系统 可搭载一架K-27PS反潜直升机 此外 它还可以安装模块化战术打击集成武器 Kalibur巡航导弹 或KH-35U-1反舰导弹 俄乌战争爆发后 还特别增配了舰载防空系统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 在国际社交媒体上说 俄罗斯黑海舰队是占领的象征 它不能出现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附近 俄罗斯军方拒绝证实谢尔盖 科托夫号护卫舰被袭击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军舰上的80名船员大部分成功撤离 我之前介绍过 Megura V5无人艇的威力 相当于一枚重型鱼雷 别说是三艘无人艇从船尾 右舰和左舰三个方向 几乎同时撞击到这艘护卫舰 任何一个无人艇 撞击护卫舰一侧中部 都可能将其炸沉 由于该军舰被炸后很快沉没 因此我判断80名船员 至少一半左右 来不及撤离或当场炸死 与军舰一起葬身海底 俄乌战争中 无人机 无人艇大放一彩 以弱胜强 以廉价装备摧毁敌方 极其昂贵的装备核设施 在一定程度上 改写了战争的游戏规则 必将引起世界各国军方的注意 回到战场上来 过去24小时 俄乌双方都使用了较多的无人机 袭击对方城市目标 同时在各处接触线上 乌军在多个战区发动小规模的反击 俄军继续进行极其频繁的连排级人肉冲锋 主要战斗依然发生在阿富迪夫卡 马林卡周边 塞福尔斯克巴赫木特前线 乌军正从铁路线以东的维伊姆卡向南推进 东部前线 乌克兰人在塔巴夫卡发动了攻击 具体情况未明 阿富迪夫卡前线 乌军在市区西面的多个地点展开反击 战斗非常激烈 在一小片土地上 俄罗斯士兵的尸体随处可见 根据初步的消息 乌军重新进入了托嫩克定居点 还将的俄国人推到了更远的位置 奥尔利夫卡也有战斗 具体战况未知 目前乌克兰的重型无人机 正在打击通往托嫩克 奥尔利夫卡和别尔基奇的俄罗斯补给线 乌军第47旅 在撤出阿富迪夫卡交化场阵地后 一是斯蒂普威的阵地 仍然是俄罗斯人最头疼 最惧怕的部队之一 昨日47旅用极数弹药 消灭了一个俄罗斯步兵群 乌克兰陆军航空直升机 也出现在阿富迪夫卡前线 看起来是俄罗斯战机 被打得不大敢出门了 总体而言 阿富迪夫卡战区的危机 已经基本解除 希尔斯基的做出的调整 看起来效果不错 俄军的重点仍然在新海利夫卡 昨日俄军再次出动机械化纵队 向乌军阵地发起进攻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进展 注意看地上的弹坑 过去一段时间 这里的战斗十分激烈 俄罗斯方向 在别尔哥罗德地区 高肯村附近的一个燃料储存库 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 过去一段时间 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的目标非常明确 一个是破坏铁路运输线 一个是不断袭击石油 天然气基础设施 打击其经济命脉 俄乌战争爆发第742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 公布过去24小时 俄军战损 歼灭俄军1250名 累计俄军42.03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 约为1比1 摧毁俄军21辆坦克 40辆装甲车 一套防空系统 一套火箭发射系统 56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12套特种设备 50门火炮 18架无人机 一艘军舰 一枚导弹 显然 被摧毁的俄军舰上的导弹和直升机 并不统计在这个战损中 这是乌军一直以来的统计口径 俄军附带损失 不统计在内 同样乌军袭击俄军本土目标造成的损失 也不计算在内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 粗略估算 乌军官兵损失约9.0万人 其中 死亡与重伤人数同样为1比1 另有超过2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接2023年3月 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正部级的总统儿童福利专员 玛利亚 利沃娃 别洛娃之后 3月5日 国际刑事法院再向两名俄罗斯重要军事将领 发出逮捕令 3月5日 国际刑事法院在海牙 针对两名俄罗斯高级军事指挥官陆军中将 谢尔盖 科比拉什和海军上将维克托 索克洛夫发布了逮捕令 指控他们在乌克兰冲突中犯下战争罪行 通缉令显示 谢尔盖 伊万诺维奇 科比拉什 男 1965年4月1日出生 现为俄罗斯武装部队空军中将 案发时担任俄罗斯空天军远程航空兵司令 维克托 尼古拉耶维奇 索克洛夫 男 1962年4月4日出生 现为俄罗斯海军上将 案发时担任黑海舰队司令 被国际刑事法院最新通缉的这两名俄军将领 指挥其所属部队使用空机和海机导弹 对乌克兰各地城市进行袭击 摧毁了大量乌克兰民用设施 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2023年9月22日 乌军发射两枚巡航导弹 准确击中俄黑海舰队总部大楼 当时俄黑海舰队司令索克洛夫上将受重伤 一度传出他死亡的消息 现在看来 此人逃过了一劫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发布的新闻稿 国际刑事法院第二预审分庭 根据检察官的指控 认为两名嫌疑人至少从2022年10月10日 至2023年3月9日 应对其指挥的部队 在规定时间内对乌克兰电力基础设施 进行的导弹袭击 以及对其他平民设施 袭击造成的人命伤亡负责 科比拉什和索克洛夫 被指控涉嫌犯有战争罪 包括袭击民用物体 对平民造成过度意外伤害或损坏民用物体 以及危害人类罪 包括实施不人道行为 法庭认为 目前在案证据和合理理由相信 他们对上述罪行负有个人刑事责任 以及共同实施和或通过他人实施犯罪 下令实施犯罪和或卫队所属的部队实施适当控制 正如之前国际刑事法院发出的两份逮捕令一样 这两人只要不进入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 以及跟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的国家领土 就没有被捕的可能 目前只是对俄罗斯造成舆论上的压力 以及妨碍被通缉人员的国际活动空间 显然俄罗斯根本不在乎 如果俄军战败 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定一定会得到执行 目前国际刑事法院的正式成员国有124个 包括集安组织成员亚美尼亚 去年不顾俄罗斯严厉警告 加入了国际刑事法院 在逮捕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俄罗斯官员上 美国及其盟友 即使并非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 也公开表示 会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 对俄罗斯公民的逮捕令 也因此 俄罗斯总统普京 及其他被通缉俄罗斯官员 能去的国家已经不多 法国总统马克龙 3月5日在访问捷克时表示 他依旧完全支持上周所发表的争议言论 即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部队 马克龙还表示 在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时 欧洲国家不应成为胆小鬼 针对马克龙的说法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当天表示 马克龙宣誓勇气的言论 对解决当前的俄乌冲突问题 没有帮助 到目前为止 仅有少数国家支持 马克龙派兵的建议 包括美国 德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欧美国家 第一时间明确表示 不会向乌克兰派兵 法国是西方大国中 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最少的国家 我确实无法理解 马克龙这次放炮的背后含义 有消息称 在美国因为国会没有通过拨垮 而停止向乌克兰提供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滑翔炸弹后 法国于2024年1月开始 每月向乌克兰提供50枚 E-SAM Hammer滑翔炸弹 如果法国原物力度再大一些 或许就能看到 马克龙确实言行一致 在俄罗斯战机和军舰被摧毁之后 俄罗斯国防部一再声称 摧毁了美国原物坦克和海马斯火箭炮 只能说俄罗斯完全有可能摧毁西方原物设备 因为没有任何武器装备 在战场上是不会被摧毁的 这是铁的事实 不过按照俄罗斯的通报 应该早就全建了乌克兰百万大军 同时他们声称 摧毁乌克兰海马斯和西方原乌坦克的数量 也早就超过了西方实际原物数量的好多倍 这里面有多大的真实性 正常人是不难判断的 非要确定他们哪次是说谎 哪次是真的 我既没有这样的能力 也没有这样的经历与兴趣 据彭博社报道 乌克兰政府正在应对俄罗斯宣传机构 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舆论战攻势 俄罗斯宣传机构试图通过制造大量谣言 引发乌克兰社会 尤其是乌克兰军队内部对泽连斯基的怀疑 借此破坏泽连斯基在乌克兰人中的合法性 稍早一些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奥列克西丹尼洛夫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宣称 俄罗斯宣传人员现在平均每周会传播大约1.66一条 针对乌克兰的虚假信息 在这些虚假信息中 有3600万条被用来抹黑 以则连斯基总统为首的乌克兰官员 有2350万条用于打击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团建 5100万条用来打击乌克兰军队的时期 还有5500万条用于打击乌克兰民众的士气 乌克兰及其支持者一直在宣称 克里姆林宫发动虚假的舆论战攻势 并提到了瓦格纳雇佣兵前首领 叶弗根尼普里戈金拥有的巨魔工厂 那是一家专门用于炮制假信息的机构 业务范围十分广泛 包括在西方国家散布大量假信息 以影响大选等 不过根据公开报道看 在普里戈金以及其他瓦格纳高层 死于蹊跷的坠机事故后 巨魔工厂被突然关停 为证实的消息显示 俄联邦安全局或其他俄罗斯情报机构 接收了巨魔工厂继续从事舆论战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换人后 俄罗斯宣传机构的重点 似乎正转向质疑泽连斯基的这一决定 及希尔斯基是否是扎卢日内的 合适接班人 这种质疑甚至获得了不少乌克兰人的赞同 包括泽连斯基的政敌 基辅市长克里琴科 但对大部分乌克兰人来说 这种质疑并没有什么影响力 毕竟得有人为去年夏季攻势的失败 以及阿富迪夫卡陷落负责 乌克兰的支持者们也明确表示 不会干预乌克兰政府的人事决定 而因为战时状态 以及缺乏资金等缘故 乌克兰总统和最高拉达选举也被延后 这同样成为了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工作重点 不过考虑到战时的特殊情况 以及民调等泽连斯基的评价等 乌克兰人对此并不感冒 泽连斯基的支持率要比刚开战时下降不少 但依然占据绝对优势 乌克兰人对这些喜剧演员的工作 总体上还算是比较满意 需要强调的是 舆论公事仅仅是俄罗斯情报部门的业务之一 尽管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多 但在乌克兰境内依然潜伏着不少俄罗斯间谍以及支持者 乌克兰安全局局长瓦西里 瓦西里奥韦奇 马柳克中将透露 仅在去年 乌克兰安全局就破坏了47个俄罗斯间谍网络 自全面战争爆发后 已经有2000多名国家叛徒和5000多名通敌者被捕 诸如在基辅州和切尔尼科夫州 就有三名乌克兰年轻人被捕 这三人受雇于俄联邦安全局 试图用自杀式无人机 袭击乌克兰军队最为宝贵的资产 爱国者防空系统 此外 乌克兰安全局还透露 在战争爆发之前 包括安东诺夫主管 航空安全部门 以及机场负责人在内 多名相关人质 都禁止乌克兰国民警卫队 进入哥斯托梅尔机场加强防御 最终导致机场一度被俄军空降兵占领 R-225运输机也被炸毁 这些人均已被捕 面临最高15年监禁的惩罚 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的情报活动 不仅针对乌克兰 还针对西方以及俄罗斯的合作伙伴 尤其是欧盟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显示 当普京在2022年宣布部分动员时 大量年轻人逃离俄罗斯 而在此期间 俄罗斯边境一直持开放状态 大量情报人员 混杂在这些逃离俄罗斯的年轻人中间 抵达了欧洲 中亚和高加索地区 这些顺利抵达目的地的俄罗斯情报人员 与在西班牙被杀的俄罗斯前飞行员马克西姆 库兹米诺夫之死有关 此外 在世界各地那些莫名其妙死亡的俄罗斯前官员 商人和政界人士等 很可能也会这些俄罗斯情报人员有关 而在欧洲 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建立的俄罗斯军工业供应链 也少不了这些俄罗斯情报人员的功劳 而这种渗透活动并未停止 仍在继续 从去年开始俄罗斯政府就在复制白俄罗斯政府的移民公式 仅在去年8月到12月就有超过1300名来自也门 索马里和叙利亚等国的非法移民从俄罗斯抵达芬兰 迫使芬兰政府在去年年底关闭了与俄罗斯的所有边境口岸 芬兰内务部长兰塔宁表示 俄罗斯政府的移民公式对芬兰构成严重威胁 这些非法移民身份复杂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极端组织成员 或者支持者 不少人更被俄罗斯情报部门招募 而随着天气逐渐变暖 会有更多非法移民骑着自行车从俄罗斯进入芬兰 芬兰政府将继续关闭与俄罗斯的边境 至少要关到4月中旬 同时将修改相关法律 以保护芬兰的国家安全 情报部门是俄罗斯或者说克里姆林公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 其重要性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俄罗斯军队 并因此获得了更多资源 当人们在关注俄罗斯军事开支战财政支出三分之一的时候 很少有人注意到俄罗斯的安全开支与军事开支相差无几 甚至因为秘密拨款的缘故而变得更多 在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工作可不仅仅只是对外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